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散到各个部落 OK 他讲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对不对 要怎么样 要杀一样 要杀一样 分散到各个地方去 那个时候他用的是scatter 而且呢 他也用形容这个星星 天上的星星 散的到处都是 满天都是星星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所以scatter scatter指的就是那种分散到很多的地方的问题 OK 好 那么disperse用的是什么意思呢 disperse也是分散 disperse有点不一样 好 我们来看这两个字 好 我们来看这两个字 disperse 这两个字不同点是 scatter是他散到很多地方去 像沙子 像星星 这个是你很能理解的了 对不对 OK 好 disperse是另外一种状况 OK disperse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看一下 scatter 好 我们一个是scatter OK disperse呢 是这个东西分散开来 OK 他指的是他的整个一个群体 或一块东西整个彻底的解体掉 所以它是本来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后来整个都化掉了 就没有了叫disperse 能不能理解 是不是这个意思老师 怎么样 消失了 它会解体 倒不一定消失 但是它会解体 所以这个指的就是一种更广大 就是把它scatter是它散开来 散成一个小部分一个小部分 像星星像沙子 对不对 OK 所以但是我们这个disperse呢 是指的是说很大面积 更宽广的就是把它给分开来了 而且本来是一个体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举个例子 苏联 原来叫苏联 后来倒台了以后 现在变成了好多个国家 都是独立的国家 这个不叫scatter 叫disperse 因为它原来是一体的东西 它分散开来 变成很多东西 就彻底的原来那个东西给解体了 所以叫disperse 但是犹太人 他们本来因为亡国了以后 犹太人之后 所有的人散到全世界 好多地方去 那个叫scatter 散到各个地方去 叫scatter 所以disperse的前提是说 这个东西 它本来是一体的 然后它被解体了 变成几个部分了 然后或者是它变成完全 彻底解体 没有办法运作了 所以现在我们家门口发生个爆炸 把那车子给我炸了 拿炸弹给炸了 这个是disperse还是scatter 这个好理解了老师 disperse disperse 对不对 好 这个炸弹太威力太大了 这个威力大到简直是附近的整个的 1000万平方公尺里面 都有这个车子炸的那个粉尘在里面 这是scatter还是disperse 应该是scatter scatter 因为我强调是它散的范围很大的时候 是scatter 但是我强调这个东西被解体了 本来是一部车子 现在一炸 然后就整个就解体 这车子再也不能用了 完全从一体变成解体了 这个就叫disperse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明白了老师 我们学校毕业了 举行毕业典礼 从此以后大家怎么样 四散分 也不是四散分 我们从此各奔前程 那个是scatter 不是disperse 但是我们学校因为经营不下去了 然后呢 我们就是学校决定了 我们高中部 初中部 小学部 全部各自独立 变成三四个学校 那就是disperse 这样能复权吗 明白了老师 原来就是disperse是一体的 是一个整体 然后分开了 that's right 就是死的是 原来是在一堆都是一个沙子 然后分到其他地方去了 that's right good 明白了老师 好 所以dispers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里面的disperse 指的是什么东西 there's a certain people 你看他讲话 certain people 我们指的就是某一个 某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啊 disperse and scatter 两个情况都有 他们是不是犹太 他们本来有犹太国 是不是解体了 那disperse了 然后这些人 被人家拉去巴比伦 做奴隶了 流放了 苏武牧阳了 四散 到处四散的都是 是不是就scatter了 嗯 所以两种状况都形容到了 yes 不许可 实际的 我从来 最后 这是 逮捕 两种状况